在这一集当中会出现一个跟人身伤害有关的一个冲突事件 背景是这样的 就是庆来他们家因为涉及到征地 他对于征地的补偿方案跟村里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他和他父亲有很多次也来找过万书记 他今天又来找万书记 但是不巧的是万书记在之前 也是因为这个方案问题跟其他的村民也产生了一些不愉快 所以万书记就感觉说你们这群人有点贪得无厌 都要钱一下 对 所以他处在这种气头上和一种情绪的这种状态当中 我们也可以来分析一下 行 现在一直都很过浪 这一次还是比较积极 是 结果唯一的在我看来积极的一次结果就遭受了打击 这个征地补偿他的要求还是有道理 因为他寄情好像是损失了六万块钱 对 虽然说他协议签了 但是这是一个新发生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他再去主张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权利基础的 对 并不是无理起劳 对 万书记还是有长辈的饭头 对 对 估计也是他在这个一村之主的这个位置上 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整个思维啊 脾气啊 性格啊 对 这个亲爱当做小辈儿 踢了一脚 踢在当部了 按理说这其实万书记应该也没有 故意伤害的这个主观意图 对 他是没有主观意图 他没有主观意图 可能就是意识在气头上 就像长辈教训 是的 自己的这种晚辈 对 法力定义上就不算伤害 算殴打 算殴打 但需要看这个伤情 对 问题不是很大 问题不太严重 那这个我觉得够不上故意伤害的这个 对 因为当然他还没有做司法鉴定 因为伤情是不是也得要做鉴定啊 是 但是咱们刑法上所说的这个故意伤害 这个轻伤 轻伤和老百姓理解的不太一样 对对对 要不方老师您给介绍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块可能是大家 普遍就是比较有误解的地方 是 我们法律和老百姓的理解 对伤情可能不同 我们法律中有一句话 叫轻伤不轻 重伤很重 轻伤呢 不是老百姓理解的疼痛之伤 或者疲弱之伤 一般的轻伤 按照我们相关的权威部门 发布的损伤建定标准 需要达到很重的伤 才会达到轻伤的级别 比如说在胳膊上砍一刀 对什么肋骨断了两根 十厘米长的口子 才叫了轻伤 对 剩下的都称为轻微伤 万书记他也不是故意的 对 所以说是一种殴打行为 对 殴打行为造成了轻微伤的结果 应当说法律上 它是不够刑事犯罪 对 最多只是一个治安违法行为 是的 所以像幸福的话 如果他们想要去维权 要不就是公安这边去报案 对 按照治安处罚 管理规定来处理 是 或者就是去法院 提起民事 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要求人心损害偏偿 是的 他是会有选择 那我们看看就是幸福 和青莱接下来会怎么做 是 我感觉幸福的性格 他应该是不会罢休的 是 他是很有权的意思 是的 是的